上面寫說 要是你什麼事情都不做的話 你就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 記憶翅膀 最後結尾是 跨越海洋 跨越語言 去實踐你的夢想 聊聊哭了 我打 我也說自己 大家好我是馬之一 那今天採訪系列很榮幸 我邀請到一位新朋友 叫做Oshika 大家好我是Oshika Oshika現在在日本大概住多久了 我是2018年來的 2018年來 你平常也有在經營YouTube拍攝的影片對不對 對 只要是跟日本女朋友 跟日本女朋友 兩個人在這種互動的感覺 台日情侶的日本生活分享 還有一些旅遊 那很特別 那如果喜歡日本生活 這些類型頻道的朋友呢 歡迎給大家 追蹤一下Oshika的頻道 去看看他跟他女朋友在日本生活 那等一下採訪我就會跟Oshika 稍微聊聊 他為什麼會來到日本這邊生活呢 以及他來到日本這邊的經歷 又有怎麼樣的一些故事 所以喜歡今天內容的影片呢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最開始是我一個國中的好朋友 然後他的妹妹剛好是日文系的 從那時候開始覺得會講第二外文 日語感覺很酷 所以你那個時候本科系不是念日文 我高中是讀高職 然後商業類課的 大學是升到企業管理 跟日文都是沒有相關的 那學習日文的話你是怎麼學習的 你在學校還是說你是私下自學 我們科系有日文的選修嗎 我在台灣的時候大概程度只有N5到N4 之後來日本的時候一開始讀語言學校 可以透露一下那個時候語言學校費用多少 一年印象好像八十幾萬日幣 這單純學費嗎 還是說你的住宿都有幫你弄好 這個單純學費 有蠻多觀眾他們未來有可能來到日本留學 因為你有語言學校的經歷 你們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說 比如說挑選語言學校的時候有沒有一些 可能要注意的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語言學校最主要的是 還是要看自己的努力 尤其說選學校也不如說選哪個地區最方便 比如說你選一個生活經驗很方便的地方 附近什麼東西都有 那你下課後你可以接受的東西就很多 你下課後也可以去打工 所以地區也是蠻重要的 我覺得地區比較重要 那你那個時候是N4的程度去念 然後念一年之後 就直接日文就暢通無阻了 我那個時候是學了半年 我就去考N2 結果沒有想到就是讓我不小心賽過 賽過 成功可可這樣 畢業之後的話 你當時在日本之後的一些經歷 是怎麼樣去發展 我第一年語言學校我考N2之後 我就馬上報名那個專門學校 那個是要N2以上資格才可以報的就職專門班 專門學校的話 等於算是它是念兩年嗎 對但是我那個科系比較特別它是 國際貿易科裡面的就職專門的一個小班 但是又準備在進修兩年 是有什麼樣的打算跟考量嗎 一開始來日本語言學校就打算繼續藏住在這邊 語言學校的時候一年而已 我覺得我日文還沒有到那種可以在日本上班的程度 所以還是覺得平平看那個舊職班 因為它可以幫學生找工作 那等於算是就是你在那邊念完之後呢 它會有一些企業合作啊 輔導啊 你比較能夠很正常地銜接到日本職場 而且它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實習課程 那在之前這個實習過程中 剛剛有說你在語言學校有沒有一些打工的經歷 我其實做過蠻多打工的 因為我想多方嘗試看看 我一開始來日本第一天下飛機的時候 然後學校有學長來接 那一到機場遇到我們的時候就說 欸 你還不要打工 直接問你要打工 語言學校有一個好處就是 學校會幫你介紹打工 有類似一個工不然的地方 然後你們會漲體很多打工的訊息 還有一次有機會是跟房東 房東 聊天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剛來日文還不是很好 他以為我對觀眾有興趣 然後他就要幫我介紹官網夜的打工 然後我一開始聽到的時候我以為是 比如說在旅行社裡面 結果第一天他帶我去的時候 發現是一個導覽 導覽 是怎麼樣的導覽 道頓河那邊有一條河 對對對 然後上面有一個很有名的遊船 上面遊船的導覽 就上面的遊船導覽喔 對 所以等於說你的工作是 你要坐在那個船上 然後跟就是遊客一起渡過那個湖 然後就在上面解說說這些是什麼東西 對對對 就拿著麥克風 然後跟大家說 這是什麼經典 所以那個時候心情感覺如何 我覺得完蛋了 這是印了頭皮子的上了對不對 對 印了頭皮子 因為那時候已經答應了 很幸運的是那個公司會發 一個算是台詞嗎 對 台詞 你就照著那個念就可以了 對 一開始就是十倍的方式 我大學是的時候是讀企業管理系 然後那時候我們會結束到很多 比如說企業的案例 我很喜歡一些海外的廣告 比如說泰國的廣告 或是日本的廣告 像泰國之前都有很有趣的那種 對 他們都拍得很有創意 然後把商品呈現的就是 好像在看一個小短片 但其它是一個廣告這樣子 對 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偶然間看到一篇 那個日本航空公司 Ana的一張海報 上面寫說 要是你什麼事情都不做的話 你就要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 記憶 翅膀 最後結尾是 跨越海洋 跨越語言 去實踐你的夢想 這段講得真的很好 我聽到有點繼續 對 我真的 被這語言深深感動到 我就覺得 我將來一定要到海外試看看 那當時來日本的話 你有沒有跟家人討論過 當初是他們是蠻反對的 因為畢竟是一個人到海外 剛剛沒有稍微就是聊到說 今年年紀大概是幾歲 今年27 那當時來日本是 我是當完兵來的 喔 當完兵就過來 22 那真的蠻年輕的 難怪你家人會有一些顧慮這樣子 對對對 我那時候在台灣 社會經歷什麼都還沒有 當時你是怎麼跟家人溝通這部分呢 就慢慢被說服了 所以一開始的 你的學校的費用還有住宿 也是幫了我很大的忙 所以我現在每個月要還債 對 每個月要還債 要把那個校清費給加了 現在有陣子要還債 這樣很好這樣很孝順啊 至少那個還沒有忘記 當時爸爸媽媽這樣子幫你 出一筆錢來到 對對對 那很多人來到日本生活啊 他們就會有一些生活上的煩惱 通常陷入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想說 我不要在日本我要回去了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經驗 其實我覺得來海外生活 最重要是你的抗壓性 還有你的想法 你可能剛開始來日本的時候 你是因為喜歡日本 但是你可能時間待久了 你對日本喜歡這個心情 慢慢降低之後 你可能就開始 覺得什麼都不對 所以你的想法心態是蠻重要的 但是你現在在日本生活的話 你有沒有給自己一個明確的目標說 我要待到多久 或者是說 我可能未來一直要在這邊生活 我相信這個想法在每個階段都會改變 你現在的看法是怎麼樣 其實我一開始來日本 有一個最終的目標 就是我想在日本開一間自己的店 因為我的家裡是賣小籠包的 也是一直朝這個路慢慢的前進 那剛開始有跟你聊到說 你來到日本的時候 你家人很反對嘛 對 那可不可以具體深入的聊一下 就是當時的這種反對 你來日本啊 你們是怎麼樣的溝通呢 其實一開始他們是很反對 但是到後來慢慢變成知識 像是我的 像是我的爸爸媽媽就是 支付我前期的 學費 然後房租 然後其實最讓我感動的是 我現在上班穿的西裝 都是我爺爺親手做的 你阿公是做西裝啊 對阿公是做西裝 專門的 專門的 對 應該也是老牌西裝 老牌手工做 手工裁縫的這種西裝 對 因為你要去日本他做這個西裝給你 對他特製幫我訂做好幾套西裝 對他雖然就是表面上有點反對 不希望我來 但其實還是默默的幫我把西裝做好 就是很感動 但你那個時候跟你阿公在聊的時候 他不希望你來 他有沒有跟你講一些是什麼樣的原因呢 對他可能是半開玩笑的說 誒不要跑這麼遠阿 在家附近找工作 然後找個台灣人結婚就好 喔 對 他希望可能希望你多陪陪他這樣 對 但是他 雖然不希望你去日本 就希望你留在你的身邊 但他還是 這個默默的幫你去做了一道西裝 然後祝福你未來在日本這樣子 對 可以成功 所以那件西裝一一對你來說很大 對 比如說上班的時候可能 有挫折 可能看一下我的西裝 就覺得 背後有鼓勵讓他支撐著我 對 你現在上班都會穿那西裝喔 對 都穿爺爺的西裝 都穿爺爺的西裝 那等於算是 等於算是一個精神支柱 對 我覺得蠻感人的 你阿公一定很想念你吧 希望你可以 多回來台灣這樣子 你要不要跟你阿公講幾句話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阿公講 可以透過影片 然後你把這影片給他看嘛 然後你可以跟他說一下 你現在在日本生活的感覺是怎麼樣 阿公我現在在日本過得很好 然後西裝也是 就是 支持我的一個 一個力量 對 這知道 聊 聊哭了 我也說 我覺得你說到一個很 就是每個人他們 來到日本 都會 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 但是 什麼東西是能夠真的 就 維持你每天的生活 然後讓你知道說 你真的自己在日本是為了什麼 每天那個 那個動力的來源是什麼 我覺得每個人的故事都很不一樣 嗯 那你是阿公的西裝 真的 也是阿公的西裝 讓我 就是不會在日本 迷失自己 回去真的要好好謝謝你阿公 對 阿公的西裝 有曾經得過名 日本的西裝檸檬 我得過 那很厲害耶 那下次我 我回台灣我請你 請你阿公幫我做 西裝 好 那剛一開始開頭有聊到說 你現在有個另外一半 那那個另外一半是 日本的女生 那能不能跟大家稍微 聊聊一下 你跟日本女生交往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一些 譬如說文化差異阿 或是 一些觀念阿 或者是生活上 有什麼一些比較特別的事情嗎 我覺得我最特別的是 日本女友每天都會幫我做便當 哇那這樣子是 很幸福耶 哈哈哈 我開始以為是只有 日劇之類的才是出現的情節 對啊 是真的 他們都會做便當 而且便當上面會有紙條對不對 喔對 比如說今天要加油 然後比如說今天晚上 是什麼菜子喔之類的 同事的老婆 他們也會幫他做便當嗎 沒有 目前看到只有我 就只有你 還有比如說 日本人回家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ただいま 然後會說おかえり 對他也都會講 但是只要我沒講的時候 他會覺得 很奇怪 然後要是我們有回 ただいま的時候 他一直講 欸我開了 我開了 我開了 講到我回 ただいま為止 算是日本人他們的疑似感 如果你沒有去回的話 好像就哪裡怪怪了 對 比如說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交換的時候 會很快就介紹給家人 但是日本人要介紹給家人的時候 好像通常都是 要論結婚嫁的時候 就是變得很嚴肅的這種感覺 像是我女朋友姐姐 他的男朋友 其實要給他家人的時候 是要結婚的那時候 但是這樣子 家人他怎麼知道說 這個對象好不好 我認識你的時候 已經要結婚了 對 所以 你跟你女朋友 目前也還沒有到那個 見家長的那一… 對 但是他有跟他姐姐講 喔 就大概知道有你一個這樣子的人 但實際上沒有 沒有這樣子見面 對 而且我又是一個外國人 感覺到時候他們會很震驚 喔 日本的男女朋友啊 比較少會去跟別的男女朋友 互相認識 介紹 對 因為我有問過 因為他有一個好朋友 大學的朋友 也是有男朋友 然後我問過 欸 要不要約一起 就是兩對情侶一起出去玩 然後他跟我說 欸 實在很奇怪吧 因為我們四個人 只有他跟他朋友認識 會在意說 彼此之間的一些關係啊 對 會不會有尷尬的時候 發生這個這樣子 那來聊聊就是 你跟你女朋友之間 這種男女角色之間的分配 譬如說在家事方面啊 或是在外面照顧小孩也好 我們其實都是分工一半半 比如說他做料理 然後我可能就洗碗 大部分的人啊 可能會覺得 日本的男生女生 過去當然是很傳統 但現在隨著年齡 越來越年輕 也有在改變的趨勢 但是日本人的男生 還是大男人比較多 大男人比較多 我曾經打工的時候 那歸台的同事都是女生 然後有一次聊到說 台灣的男生怎麼可以這麼 優秀 溫流到一個很不可思議的地步 有什麼具體的 就是他們感覺 怎麼會這麼的貼心嗎 譬如說我們 日本男生要跟日本女生 約吃飯的話 他們會約一個車站 然後從各自家出發 去那地方集合 但是台灣的話可能會先 開車或是騎機車 到女生家去接 或是去宿舍去接 有一個這種接送的感覺 對 他們覺得很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好像看到台灣男生 幫女朋友拿包包就已經 很不可思議 對 這個真的是日本男生 比較少的一些行為 應該是說 變成說讓他們比較自在嗎 對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你跟你女朋友 這樣子交往 你女朋友就是反而 跟你這樣子在一起 是很自在的一個狀態 對 最常講的 他說 欸 你怎麼可以這麼溫柔這樣 他會這樣跟你說 對 最常聽到 他愛死你 各位台灣男生 有機會 你可以 稍微就是 教大家幾招 要怎麼樣 擄獲日本女生的放心 其實我們 也不用特別去做什麼 也不用特別去 表明什麼 我們只要做自己就OK 他覺得你OK 然後就自然來認識 就有進一步的空間這樣 對對對 那晚之後 被那個 旁邊的同事說 你請教那麼久 就是給我們 造成困擾 就是增加我們工作量 造成困擾 哦 然後也給其他就是 其他部門來幫忙的人 造成困擾 就誒 你是不是要跟我們道歉 然後要先說不好意思 要道歉 然後回來 放兩下回來 還是道歉一次 要道歉兩次 要道歉兩次 道歉兩次 對 就是不好意思 給我們造成困擾 那個時候 你會不會心情不好 就是